今天才剛剛請各位開這個江湘市的臉孔歸類為一組 有些人才剛剛開 有些人才剛剛開而已 以至於臉孔歸類為一組還沒有成功 臉孔歸類為一組還沒有成功 所以呢那個現在目前他會是這樣的所有照片 他傳到雲端之後才會慢慢幫你去解析你的照片的每一個人臉 所以沒關係不急 今天才剛開的人大概只顧個兩三天 接下來你會看到什麼 以後你在這個地方三條線旁邊這是放搜尋的 你這時候你要搜尋了 你點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我這裡有一排人臉出來了 OK 然後你可以按這旁邊的箭頭 會出現更多的人臉 OK 會出現這就是你的照片庫裡面的所有人臉 都一一幫你辨識出來很多 那通常最前面的就是你自己跟家人 因為是拍得最多的 會呈現在前面 那以後你要找人怎麼找呢 比如說我想要找我的照片 只要你過去拍的照片裡面 有你出現的會全部撈出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都撈出來了 只要有你在的照片 全部都會撈出來 OK 所有的喔 那當然偶爾他會辨識錯誤 什麼叫辨識錯誤 你可以看看以下人臉裡面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你的照片 像我舉個例子喔 這是我女兒 但是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我女兒 我只有一個女兒而已 沒有沒有不是小時候 這是因為有戴眼鏡 這沒戴眼鏡 但是嚴格來講大多數的 有戴眼鏡沒戴眼鏡 他會辨識出來 有戴帽子沒戴帽子 他也會把它歸類成一個 只是可能他覺得這個臉型差異太大了 OK 那當然呢 你可以選下去之後 像你看喔 這裡有名字啊 這裡沒名字啊 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這個名字就像我舉個例子 如果點他 這名字怎麼來的 就這裡新增名稱 按了新增名稱 你可以給他打一個名字 中文也可以 英文也可以 那這個打的名字要幹嘛 這個對以後搜尋很有幫助 這個之後再說 那我說呢 像如果你真的找到了 這個跟這個人是同一個人啊 那我可以怎麼做 因為這邊我已經給他取的英文名字叫 Melissa 而且是大小姐 都請 一樣 那我就可以點這張照片 他一樣會找出幾個人來 只是他分類錯了 我就新增名稱 這邊我一樣就直接選這個人就好 我不用再重打 我選他 他就會問 這是同一張臉孔嗎 是 好 以後 人臉辨識裡面 他就不會再有那張了 來看一下 我再從這裡搜尋這裡 打下去 然後按箭頭 好 你看有他 可是剛才那張不見了 有沒有看到 OK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 哪幾張照片是相同的 你就可以把它點一點 甚至取名字 甚至比如說這個人是誰啊 怎麼那麼模糊啊 因為可能他找到的照片不多 這邊看起來 假設這個人 你也不知道是誰 那到時候你也可以把他 這右上角三個點移除搜尋結果 OK 好 那沒關係 這個以後再慢慢講 所以我說 這個照片 要能夠出現 你要把那個臉孔 相似臉孔歸類為主打開來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他自然把你所有的照片 全部都那個了 把那個人臉一一辨識出來 好 那這邊也順便講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 我的照片這邊有一個雲 然後打一個打勾有沒有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目前所有的照片 都已經傳到雲端去了 OK 都有備份到雲端了 那有些時候如果這個地方 雲有畫一條線 代表現在照片沒有上傳 有些照片沒有上傳 OK 那你也可以觀察 每一張照片的右下角 如果也有一朵雲 然後畫一條線 或者是 有兩個箭頭 形成一個小圓圈圈的感覺 那都代表說 你的照片沒有 那張照片還沒上傳到雲端 所以你可以慢慢等 當然如果你等不及了 請直接點那個 兩個箭頭像圓圈圈的 或一朵雲畫斜線的 請直接點它 強制上傳 也可以 所以這個照片 現在你在Google相簿 看到這些照片之後 也來看一下 我可以慢慢的往上移 往上移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多了一個東西出來 你看現在又消失了 我再重新移一次 你看移移移就有出來 對不對 接下來你可以從這邊 按著它往下拉 重來一次 按著它 往下拉 你就可以看到年份了 年月份 所以今天你就可以看到 我要調到幾年幾月幾號 最早的是2008年1月 你看這是我兒子 那麼小的時候 然後最早的照片 又可以看它 逐漸長大的時候的感覺 OK 然後這個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 照片是依據時間的順序幫你排的 所以你要找你某一張照片 也可以直接說 我是幾 可能是幾年幾月拍的 你就可以從這裡 動一下下 上下動一下下 你就看到它 開始往下滑 滑到幾年幾月 來找那些照片 可以嗎 那至於 最上面的這個搜尋 我們下禮拜再跟各位講 它有哪些搜尋方式 可以很方便的 很快速的幫你找到 OK 那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你點了之後 人臉有沒有出來 起碼點一個人臉 有它在的照片 全部會出來 另外也可以是說 看了照片之後 上下移動一下 然後按這個 你看看你最早的照片到什麼時候 說不定有更早的你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說不定你之前的相機 早就偷偷幫你傳上去 你還不知道 看看 好 請各位看一下 好 請各位看一下